上周全球股市连续调整 我们的股市是要变天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 My Peace今日盘情解析 那今天呢是3月1号星期一 上周持续走高的国债收益 引发全球资本市场波动 股市走出自去年10月以来 最差单周表现 那周五澳股跌破6700 AMP领长澳股大盘 在上方1块5到1块6的区间 会是AMP的较大阻力区间 那大盘波动无碍稀土 继续高光 LYC冷蓝走出大涨行情 而在翻红的身影当中 估值承压的市场环境 与行业板块的最新条文规定 引发先买后付板块的巨大波动 龙头APT跌破12个月以来的上涨通道 在下方其最近的较强支撑所在 是在110附近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走出大跌行情 市场敏感多疑 上下皆可1000点的恒生 是当下此点的最好例证 那A股大盘来到3500点的支撑 在下方3460会是更为强力的关口旁线 那信贷规模见顶之后 各项其他数据陆续流露出见顶迹象 可还记得1月10对于A股 我所发出的半仓交易的提醒 那美国时段三大股指节奏不一 截止目前为止我并未看到股市崩盘的迹象 那货币方面美元指数走出跌破90的虚假信号之后 实现快速拉升90不破 则美元存在短期反弹的可能 那出现超买情形的澳元 在一度企及0.8之后有所回落 参与澳元的朋友们需要关注0.78 这样一个重要价格的分垂领 美元反弹与真实利益 与真实收益双重打击之下 黄金价格继续调整 下方的支撑会在1700左右 如果想要扭转近期的颓势 黄金需要率先占上1785的价格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内容 欢迎任可跟喜欢我们的朋友 点赞与收藏 我是公马匹子艾文 我们下期节目见